张安伟被绑36天回来了 创下被恐怖组织绑架最快获释的记录 大功臣之一就是曾经升为绿本澳指挥官的于静 前两集我们台湾大搜索才专访他 没想到播出后三天他真的就去菲律宾救人了 他凭什么救出张安伟 其实他两次到菲律宾三次到伊拉克打仗 救人的经验却没有那么心愿让人只都安全 而今天要深入口析这位传奇英雄于静 默默站在刑事局人员旁边的 就是救出张安伟的大英雄于静 12月22号从脸书po上这段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桃园机场降落时 那一刻的感受 他终于平安地回来了 原来在他介入营救人之之后 让绑架僵持的态势有180度大转变 要感谢我的友人Mr.静游 他就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 他居间协调完成了这次救援的任务 这么刚好 11月15号张安伟被绑 11月18号于静刚回台要宣传新书 他曾经是绿眼帽指挥官 曝光了他是马总统的外甥 这已经够令人惊奇的了 他一听闻发生绑架 就主动打电话给驻驾在菲律宾南端的 美国特勤队轮袍 马总统的亲外甥于静就曾经两度 和阿布萨耶夫正面交锋 他们没有被那个 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当时于静就清楚点出 扎威可能被绑架的落枕位置 应该是厚楼或是巴西兰 这是阿布萨最强的那个小岛 就在那个厚楼岛 那个西边有一个大山 11月24号台湾大搜索播出专访 三天之后于静真的前往菲律宾营救 不动声色陪着张大公斡旋救人 因为在2006和2009两年 他两次担任绿扁帽的指挥官 快到100多这个处费 然后我们只撒掉15个而已 旁边有动脉 两个动脉 这个手在这边像一个刀 绑住这个 都可以感觉很紧 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 两个这个动脉就卡住了 所以差不多六秒这个这个技巧就他会他会雪糟 那如果我绑架他 他手这样子 然后把我手锁起来 从这个我就可以开始把很多压力放在他这个肩膀 然后我换我这个位置这样子 然后开始你能看到从这个一个check in 你感觉吗 有 那我也可以把脚放在他头上这样子 然后他就不动 他又有美方的情报 又能得到菲律宾的信任 汉军组织的或者恐怖组织的信任 知道这种讯息能够延续张安威生命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把张安威给弄回来 他的谈判我们叫做曲线谈判 所谓曲线谈判不是采取对抗 而是由低到高 让双方都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是于静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于静的穿针引线 成了菲律宾人职绑架36天最快释放的记录 也因为曾经是美国最精锐的部队绿扁帽成员 因为他FBI出动了 不但教授张大公和一起前往菲律宾的五位刑事局人员谈判技巧 卫星早已掌握张安威就是被挟持到破落岛 而美国特勤早有一只长期驻扎在菲律宾南端小岛上 是结合海豹突击队 美国陆军游击兵 菲律宾陆军海军陆战队的联合部队 张安威获救那一刻激动痛哭 在旁边安慰的就是美国苏陆特勤指挥官卡纳布雷 那些人是就马上就说好在不眼前 海人这是安全的 对那个人他手没有 但不过他是疯子对不对 他跑那个是你 然后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代表